嗨大家好 我是威士郎威醫師 夏天到了 很多人每天都會需要一杯飲料來解渴 有些人甚至一天會喝到兩三杯 其實這些飲料都是造成我們肥胖症很大的原因之一 接下來我就要和大家分享四招 來去面對這樣的問題 首先 第一個我們可以增加我們水的攝取 當然我們水攝取夠 比較不容易渴 那這時候對飲料的渴望也會降低 第二呢 我們應該要做的是 逐步慢慢的減少對飲料的攝取 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要借飲料 就要一步到位 實際上這樣是很難成功的 我們該做的是 先從每週或者是每月的量減少 開始一步一步的去達成這個目標 第三呢 尋找一些飲料的替代品 一些比較健康的飲品 像是無糖的茶 或無糖的咖啡 或者是氣泡水 當我們透過這些去解除飲料的渴望的時候 自然而然飲料的攝取量也會減少了 最後呢 我們可以做一些其他的活動 來去轉移對飲料的注意力 像是運動啊 閱讀啊 當我們從事其他活動的時候 自然也不會去想 要喝飲料這件事情了